高中兽团大型成果发表会 活动费近高达21.5万元 场地费12万6千元 每宣费6万8953元 摄影师9千元 三机录影6千元 总之错域21.5万元 各有学生控诉在成果发表会前夕 收到学姐通知 拉赞助金额从3500元改成一人7千元 期限到5月10号 如果期限内没有达标 还要自己贴钱 更有学姐喧话时说出 走在路上被车撞的保险金 刚好拿来补贴赞助钱 蛮离谱的那个费用 对啊而且每个学生家里的状况都不一样 应该不应该这样强制 活动花7千块也不是生活必须的花费 为我们纷纷留言 这是诈骗集团吧 什么社团要20几万 场地费是借北流还是小巨蛋 要不要干脆去抢 这个开销比我们学生制制会 一整学年还要多 要学生自拉赞助也太离谱 的确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形 高二的同学他们也觉得说 可能是在沟通上面有一点误会 事件发酵后 宣传社团也在网络公开回应 原本拉赞助额度是3500元 因为发表会支出越来越多 才会提高到7千元 但也只有跟学妹说 有问题或困难可以跟我们说 相方也回应已经分别约谈社团学妹 以及学姐希望双方能面对面沟通 平息风波 记者于盛行成家轮台北 蔡宏道